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介绍金小民的大公报 经常说拿这个人 陈卓球 即是咸球来玩 陈卓球又令我最近想起什么呢 就是我在MIRROR里面其中一个最喜欢的成员 就是陈卓妍 Ian 我曾经一听陈卓妍这个名字 我真的想起咸球 这个题外话 当时陈卓球就在大公报发扬光大 金小民就将他 太公报就在肉狼漫画里面其中两页 金小民就拿下陈卓球张上来玩 陈卓球其实就叫陈卓球 之前就最早在铁血螳螂那里帮忙做助理 为什么叫陈卓球呢 原来找回一些专栏 说有一天有人打电话去社华部 上官小强就听电话 说电话的人应该找陈卓球 原来是叫陈卓球 自此听到咸球这个名字 就想起陈卓球 原来就是咸球这个名字 是这样来的 金小民 原来那个时候肉狼漫画 现在就拿了一张照片 尤其是黄玉郎老板的照片 给金小民来玩 原来其中一张照片就拿了陈卓球那张员工正面的照片来玩 那金小民拿到这张照片 占是正经的吗 怕玩到飞起了 当然就在大公报里面玩到七彩了 说回这两本就是咸球 它其实最出名就是四格漫画 这两本就是它四格漫画集的作品 但是都是它一贯作风 拿了那张照片来玩 就很开心 那它的四格漫画就是轻松得来 通常是人如其名 又有点咸咸的 不过都是健康的咸 看得很开心的 一本四格漫画 有点黑白 但是你当彩色和黑白 都是大家占一半一半左右 看得很开心的 总共有两期 但是我就不确定 究竟是出一六七期 还是一六九期先的呢 因为我自己也讨论了 也不记得 有没有哪位观众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呢 曾经有人说 找到这两本不懂过晚的 然后就说 为什么只有你两期呢 之前那一百六十六期去了哪里 或者几期完 其实是只有两期的 这段时间真是 心情真是一般般 唯有看这些香港广晚的搞笑作品 就怀念之前和得淡笑字 那这两本作品 都带给我一些苦中一点甜的感觉 还有它里面有一些专栏 都是说回当时他们发生的趣事 咸球现在 我也是上网看了 它应该也是退了休 未必又在漫画行业继续做了 对上一本作品 可能是《射黑龙传》 里面有多四格 画过下 我自己也没有找过出来 印象都一般 大家都可以帮我提点一下 另外上面也提一提 令到我们大比我欢乐的 记得那时候 什么太寓理 《笑声救地球》里面的其中一个专栏 也有出一般的 另外在那时和大家对台的 就是《开心字典》 《开心主流派》 里面的《开心字典》 他们当时也合演了一套很开心的电影 《笑声撞地球》 当中也有这本漫画 这次就不说了 另外也有这些轻松的《不闻尖》漫画 今天轻松松 短短的 希望之后心情好一点 和各位一切都顺利利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